我们是这样 我们湖南同乡会是在小农夜18号 我们搞了一次湖南同乡会的春节联欢晚会 然后接下来就在22号 我们接到了国内的武汉肺炎的疫情的爆发 这么一个信息 那么我作为湖南同乡会的会长 还有我们的副会长 包括佐雅夫基海洋 其他很多 还有我们的26位理事 大家就一直就 开会就在讨论说这个疫情非常严重 那么我们大家就觉得应该马上行动起来 像这个包括在加拿大的北美的这些 医疗商业的网站 包括亚马逊亚美各种网站 去收集和购买这些医疗物资 我们的感觉就是 这个可能是国内爆发的这个疫情 会需要这些方面的物资 包括口罩 包括防护服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号召了整个湖南同乡会 来发起这次募捐和这个购买和捐赠 上国内捐赠这个物资的这个活动 那么这个活动一旦推出来 在我们的湖南同乡会 我们有5000多的湖南老乡 还有就是我们包括我们的中国类的一些很多的华人华侨 五十三是湖南的 大家的这个反应积极 非常商业 非常积极 我们到仅仅一到两周的时间 我们已经投得了三百三万三千多加币 三万三千多加币 而且现在每一天都有 不断的有这个捐赏和捐物的捐赠 第二呢我们就发动了这个 在这边的这个包括我们的留学生 包括我们的理事 在这边的这个英文中文都非常好的 我们的年轻人们 一直是天天守在网站上面 来收集各种各类的医疗的N95口罩 防护服 护墓剂 以及这个手套 那么我们这一次到现在为止 我们已经购得了四万六千多的 家园的这个防护物资 这一次呢我们就会把它一次性地 把它捐到这个国内去 而且这个活动在发起后呢 得到了我们省里边的省占部 省桥园 还有就是各个部门的这个支持 他们也在不停地跟我们发 各种这样的这种建议 和这些购买这些医疗物资的这些标准和这个信息 那么这方面我们感觉到 国内的情况非常紧急 我们真的是每一天日日夜月 而且更值得 我们在里面就是我们这些义工们都是在这边有工作的 有家庭有孩子的 他们就利用晚上白天上班晚上的时间和这个半夜跟国内联系的这个时间牺牲休息时间 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这一次实际上已经是第一批物资 运往国内已经是几十万的人民币 那我们接着还会继续在筹募 然后呢 打算下一批物资要整个五万两斤再向国内购买 同时呢 因为我们在这个疫情发生的前 初期 我们就已跟各个这种寄疗机构和这个销售网站取得了很好的信用 所以呢 现在他们只要是有一半的有衣服的供给 第一时间都跟我们联系 我们专门准备了一个专门的采购小品来负责这个方面的市场 所以我们在这个方面应该是走得比较前面 我也很感激我们湖南的老乡 还有一个我值得我特别感动的事情就是 我们八十多岁的谢桂荣老人 他不懂email 不懂e-transport 他手上拿的资源是人民币 他给我打电话 他要捐人民币让我去取 他说他没有在银行存过钱 他不知道怎么费款 他让我去取一千人民币 他要捐给加息 还有一个我们的柯阿姨 也是七十五最高 腿还受了伤 他说他在湖南工作了十年 他说他要给湖南捐钱 他一个月有四千人民币的最高工资 在这儿跟女儿一块生活 但是他说他要给我们捐钱 还有一个姜阿姨 他自己在网站上抢购了两盒口罩 他听到我们的这个捐款捐物的号召以后 他说我要把他 他要把他购买的这个口罩也要捐献给家乡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日夜夜这么做 我们心里面充满着对祖国的这种感情 是我们发出内心的 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国内的一些报道 我们的义工们都是满含着热泪 而且我们都想我们一通要尽我们的能力 而且我们一直跟我们国内的所有的父老乡听说 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不管我们在海外多减 我们永远都会在一起 这个第一期现在目前除了多少 然后这个口罩和水泡和这个防护 我们现在是这样 我们目前 我们那个单子 目前四万六千多块钱的那个单子 那个单子是我们的 反应出来了吗 稍微等一下 今天的黄菲服务买了多少